一千块钱是吗 东莞的日接工实在是太低了 不想干了 跑路来到了这个地方 打算明天去找一份短期工 五六千一节的 因为刚才还了朋友一千块钱了 上次借朋友一千块钱已经还了 搞到我身上现在就剩下四五百块钱 今天晚上找了一个最便宜的临时房 这个房间是非常小的也非常便宜 我在网上找了一份五千一节的短期工 一千的话有两百多块钱 但是最少要干五千了 不干五千是没有工资的 坐车都花了三十五块钱了 这个中介老板爬的位置就这个地方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老板你这个车费是该报销一下的 老板你这个车费是该报销一下的 兄弟没办法就理解一下 我刚刚用面包等了四个人到城门口 也不要了没办法我都回家了 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就我们也不容易好吧 都不容易大家理解一下 就跟他报销不了 那算了嘛 算了算了算 这个地方还有点偏了 花了三十五块钱车费来到这个地方 折腾了一下午又白忙了 搞得我手机都没电了 还好带了充电宝 现在先出来找一个日租房吧 这边全是日租房 找一个便宜点的 这边挺好的 我好带我那个地方 坐在这里 在那里了 你躲到这边 放车费去 那边 你躲到这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